带你了解正确的击球点 首先我们要讲拉球的点 我们击打球的点一定要对 是不是 如果我慢了往正面去拉 正面去拉 它就容易掉 你看我往正面去拉 你们的这个视角 是不是大家很多球没拉 这个球是这样子去拉的 是不是 或者发力 或者发力去拉的 是不是这样子去拉 这个球拉是非常容易下往 这种球是击打球的最强旋转区 也就是说正手拉球 不管是咱们业语也好 专业也好 你看世界上的顶级的选手 樊振东 孙颖沙 刘诗文 所有正常的运动员 拉下旋球 都不会接触球的这个面 很少去击打这个面 击打这个面是一个坑 让我们的球越来越转 因为这个球下旋球 它是往回跑的 我们击打这个面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往下掉的 所以说我们拉球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困难 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 你看刚才我拉这个面 要身体动作幅度的加大 要制造很好的弧线才能过去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还会拉出界 那你看看 我们不接触这个面 我们接触这个面 这个面往旁边两个面去接触呢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往旁边两个面去接触 你看 这是正面啊 这是正面 你看这样子去拉 是不是抬起来 或者说是很难拉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往侧面 看 我往这边 我往这边 是不是 我往左边 我往右边 右边 你看我轻轻拉 这个球就可以拉起来 它不吃转 现实当中 我们就没有去思 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看 我只要偏右 我只要偏右 我只要把这个位置给我打住 这个球 我发多大的力 或者我 多转的球 我只要往这边走 这个球 远远都不吃转 听明白没有 我只要往这边